董璇、左、力挺身陷性亲一云的义渠王高云祥 翻设自微博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35岁中国男星高云祥曾以蜜月转饰演义渠王一叫爆红 如今却身陷性亲一云 成了人尽皆知渣男 既前天惊爆他和另一被告王金性亲顺序 两人全程都没带套 妻子董璇左再次公开力挺高云祥 为了女儿董璇、右、和高云祥、左、携手度过人生最艰困一课 翻设自微博高云祥卷入性亲在澳洲雪梨遭收押 在董璇本走下终于在本月五日获保时 董璇也在第一时间手PO文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从此董璇在媒队外发言 直到昨曝出当晚受害女子先与高云祥发生关系 才由王金接手 整个过程二男都没带保险套 消息一出 才又调出董璇发声 高云祥 又交报后每日需到警局报道 作为董璇 翻设自今日澳洲 微博新浪娱乐报道 面对高云祥性亲顺序曝光 董璇发声强调 是我没有满足我老公 才酿下如此大祸 以后我会每天都满足他 而绝大多数的影迷 也宁愿相信高云祥是去嫖娼 也不愿相信他去性侵 且对象还是一位36岁的女人 在大批保镖护送下高云祥 中圈洪匡处 上周四现身雪梨法院 翻设自离视频 高云祥是在今年3月在澳洲拍戏 经传性亲36岁女性工作人员张希 她随即遭收押 经过苦战三个月后才在本月出货宝市 但被软禁在妻子董璇成足豪宅 必须24小时带电子脚料 每日也要上警局报道两次 这次是